接下來要介紹的叫做梅雨 梅雨這個名詞是借用長江中下游的名詞 長江中下游在每年我們大約是我們的暑假期間 大概是我們6月7月那段時間 會下一個長時間的綿綿系 它叫做梅雨 一個梅是梅子的梅 因為它是黃梅成熟的時候 梅子成熟的時候就下了雨 所以叫做黃梅雨 另外一個梅叫做發霉的梅雨 因為一直下 一直下 東西就發霉了 東西就發霉了 發霉的梅 叫做梅雨 這個名詞是本來是長江中下游的名詞 台灣把這個名詞借過來講我們的下雨 因為我們的形成原因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把它叫做梅雨 好 台灣梅雨的季節春末夏初 春末夏初 OK 季節叫春末夏初 月份是5月跟6月 我講一個知識快遞遊行 以前既然你會爆入眉跟初眉 這兩趟雨下下來 梅雨季節開始 這趟雨下完了 梅雨季節結束 以前既然你有爆入眉跟初眉 這種預報超級世界恐怖不準 所以他不爆 5月1號 梅雨季節開始 6月30號 梅雨季節結束 就是5月跟6月的梅雨季節 好 所以考試考月份 5月跟6月 考試考季節 春末夏初 會下一個綿綿的系 因為我們的形成原因一樣 所以也叫做梅雨 什麼原因 一 治流風 治流風 這段時間大陸冷高壓跟太平洋暖高壓 勢力相當 形成治流封面 我們講過治流封面 冷暖空氣交匯天氣不穩 治流不走 一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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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所以就形成治流風 所以我們的原因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介熱名詞說 我們這要做所謂的梅雨 治流風 我說過了 學習重點 會認圖形 考試考 下列合者為梅雨封面 畫四張圖 你要認出來哪一張圖是治流風 你要會認哪張圖是治流風 OK 好 梅雨封面 治流風 造成的 好 我們剛剛講過了 梅雨冷暖空氣交匯 所以天氣不穩 所以下雨 雲內暖 這些現象 造成長時間連續性的降雨 好 這就是帶狀的雲通常跟什麼有關 封面有關 上面有一個大陸冷氣團 下面有一個太平洋暖氣團 中間交匯形成一個梅雨封面 中間交匯形成一個梅雨封面 造成長時間連續性的降雨 所以這裡有一個動畫 也是一樣 死老百姓什麼都看不出來 底下有日期在跑 就是整個的行程消長的過程 那講過了 我們什麼都看不到 我們只要看到什麼就好了 我們只要看到 戴狀雲通常跟什麼有關 公面有關 就可以了 OK 我們只要知道我們的程度 只要到這邊就夠了 我們也期待看不出來什麼玩意的出來 所以淡狀雲通常跟封面有關係 所以一句俗話 春夏東南風 不用運天空 春夏之交吹東南風的時候 不用問了天氣會變好 為什麼 東南風受誰的影響 太平洋暖高壓 高壓籠罩 好天氣好天氣 對不對 所以春夏東南風 這個春夏之交本來因為常常會下雨 現在改吹東南風 不用問 明天一定好天氣 所以春夏東南風 不用運天空 這是俗話 這個在颱風會再出現一次 梅雨是好的 梅雨很重要 梅雨大概在我們全年的雨量的約略四分之一 是我們重要的雨水來源 如果今年碰到的乾梅 乾梅就是那個不下雨的梅雨季節 那很可能後面就會缺水 後面就會缺水 所以梅雨季節很重要 梅雨季節很重要 它給我們水資源 所以要下它 還要下 要下的 我們才有夠多夠用的水可以用 但是你也知道 下海多會怎樣 淹水 有災害 講義上也有寫一個什麼時候的梅雨季節都能災 講義上也有寫 OK 那你下海多就山崩嘛 土石流嘛 作爪水嘛 就有時候災害嘛 所以就叫做必要之惡嘛 可不可以不下梅雨 不能 可不可以下很多 也不能 不能沒有它 又不能給它太多 所以叫做必要之惡 非得有它不可 很重要 跟颱風一樣 後面叫颱風也這樣 就是我們一定需要颱風 我們一定需要颱風 可是又不希望它下得太超過 知道不 所以梅雨有好的地方 有重要的地方 但是也會對我們帶來災害 最後是有關於梅雨的部分 重點 剛才的寒流跟誰有關 冷風 梅雨跟誰有關 滋流風 跟滋流風有關 OK 北 背 月份 五月跟六月 季節 春末 夏初 把這些記錄就可以了 這就是我們所需要協會的部分 OK嗎 OK